請問 所以我們剛剛談到一些重點 特別是 這個有 有一個很大的重點是 你提到一個佔領地 你怎麼去看 那我就說兩個 兩個 現象就是獨立關稅區 還有一個 還有 一個這個 他怎麼樣去處理那個稅務 他怎麼樣去處理 你看他是 政府他怎麼管理那個地方 有時候你有一個idea 這個其實是已經 形成佔領地的一種 一種情況 所以台灣 就是符合這樣的情形 他一直就是一個 獨立關稅區 沒有併入什麼另外一個系統 那美國關下下的這個獨立關稅區 叫你說他的稅務 他都自己處理 就像我們前面談到關島 關島的稅務自己處理 他不需要繳聯邦所得稅 那菲律賓1946年已經獨立了 菲律賓脫離美國的體系 那Purto Rico 關島 還有什麼 威京春島這些 也都是 美國的海外領土 那他們都有自己的稅務 那關島 他的稅務 他怎麼做 因為他們 可能 嚴格來說 他不是太習慣用腦筋想很多 所以他就把美國的稅務的那一套 就拿過來然後換個名字 就說關島稅法 所以你看他的稅務 可能跟美國的稅法是非常接近 那台灣 我們不一定要這樣 我們可以你自己的稅制度 但是基本上 你如果是一個州 你必須跑美國的那個聯邦 稅務的那個制度 台灣人 我來了這麼多年 三十幾年 我來了三十五年吧 我看到一點就是 台灣人好像不喜歡繳稅 每一個地方你去報什麼東西 我說這個多少錢 他說一千塊 我說好那一千塊 我說喔發票拿回去 喔稅外加 在美國什麼稅都是內加的 哪有什麼外加 因為 美國只要有那個討漏稅的嫌疑 你就有問題耶 台灣每一個人都有嫌疑 你走在街上 你隨便看一個人 你有討漏稅對不對 每一個人都跑掉 他不敢 不敢承認 其實 如果他是完全沒有討漏稅 他何必這樣 他就可以說 我沒有喔 所以 所以這個問題就 這個問題就很大 那我們台灣 你如果將來要變成一州 那你就有牽涉到那個 稅務 而且 你台灣其實多年來在韓 建國 那你地旦變成一州 你建國的夢就沒有了 Puerto Rico 他是海外領土 美國憲法 不是全部私事在天內 你可以 Puerto Rico人可以 可以公投 他可以說我要脫離美國 我要建立自己的國家 他可以 海外領土可以這樣脫離 建自己的國家 偶爾變成一個 偶爾維持現狀 這個都可以 所以這個比較適合台灣 其實台灣到了最後 可能就是 到了最後 其實我覺得說 最理想的最終目標 就是像那個 那個叫做什麼 帛琉還是什麼 那個小地方 但是可以作為一個借鏡 他怎麼樣 那個叫做自由連接 Free association 他是跟美國是自由連接 啊自由連接是什麼 外交國防全包給美國去 我坐在這裡享受我的獨立 他是聯合國會員 他國防外交沒有了 全部包給美國處理 欸這樣都好欸 台灣跟波多里克不一樣在哪裡 波多里克對岸並沒有人在 每次在填他的嘴唇說 嗚這個地方我很想吃掉啊 波多里克沒有這樣子欸 沒有那個威脅 沒有那個潛在威脅 啊台灣有這個潛在威脅 什麼時候 這些人亂動啊 那你就 你就 有這個危險 所以台灣 你要馬上走獨立的路 啊他們在那邊 隨時在威脅 這個不好過吧 這個生活不好過嘛 你乾脆 我們這一套論述就是 非獨非童欸 對不對 其實是接近獨 因為他是 一個過渡時期 但是他是 他是自治 自治叫做什麼 self government 自治 我先求自治 在美國的體系裡面 海外領土體系裡面 我先求自治 上面有個美軍 啊我們在下面 啊盡量我們處理 很多我們自己的事情 我們很積極的來處理 也不是想留球的那些人 沒有說十分積極來處理 也沒有想關島那些人 更不積極來處理 關島 從美軍佔領到 最後他成立平民政府 多少年 52年 啊古巴 古巴他們當地人 那個西班牙系有的 有的地方比較勤奮 古巴可能比較勤奮 他是 好像不到五年 他就已經 形成他的平民政府 得到美國許可 他就宣布獨立了 美國說OK 可以啊 就像我們現在跑的程序一樣 美國說好 你分為六個州 好我們統一了 OK 我們在這討論 呃現在 每個州要內閣 OK 內閣成立了 有多少人 呃要有參議會 每個州要有個參議會 每個州要有個參議會 好我們這些人都成立了 成立這些好 你可以開始收理 身份證申請 那收理身份證申請 要有法理依據 所以你 你這個 大家要開會 要討論一個法理依據 那就是這個嘛 我們已經討論好了 台灣公民權利法案 裡面就是有 合法身份證的 完成的法理依據 是我們 參議院 中央的 參議院也有通過的嘛 我們通過的 我們拟出來這個法理 OK 所以 這個就是一步一步 我們按照這個程序來成立 一個平民政府的體系 但是 因為我們 跟古巴不一樣 古巴 美國早就宣布說 OK應該獨立 但是現在 美國對台灣並不是說 有 是很贊成 他很快速獨立 啊 一方面的問題是 你 你這個 台灣境內 有 有不同 的主權 你怎麼和平的相處嘛 你 你就是基本上 一個佔領地 不能大量的 移入 外來人口 啊你 1949年 什麼 大將進 啊這些人 跑到這裡啊 啊這些人 不是這裡的 叫你說 佔領地 這些人 不應該再擔任公職 他 他有一個軍方體系 他擔任他的公職 但是台灣本身 這個平民政府 台灣本身 台灣當局應該是台灣人所組成的 啊他們都把他 卡位都 都巴掌這個所有的 為了他們 所有的好處都拿走了 那你現在公投 啊他們 他們有什麼權利在這裡公投啊 所以我們 你看我們的法案 有分台灣人 或是本土台灣人 所謂台灣公民 跟台灣居民 啊居民 不一樣 啊居民 不能擔任公職 所以 郝龍斌 謝謝你 一個禮拜以內 提出實證 沒有呢 好 我派軍隊過來 我看看 你說這個 山頭已經搶下來 我看什麼山頭寫來搶啊 對不對 啊你爸爸 我也是 我也是想 我們全面這些人都起訴 啊這個 最大嫌疑貪污罪啊 對不對 多少年的薪水 把它撐多少多少 啊你的財產超過幾十倍 這個有問題耶 對不對 所以郝龍斌 我們將來必須做這個動作 但是這個方案 你從這裡可以看 把台灣還給台灣人 這是我們 一個很大的目標 你雖然美軍在上面 但是我們開始有這樣的運轉 我就是對那個台獨團體 我說好 明天給你 明天給你台 台獨 那你立法院 是誰啊 啊都是他們的人 你有什麼好處 你告訴我 那你18% 你怎麼處理 我說你 你教樣實施悄悄的 台獨目前是不行耶 就是算給你獨立 你台灣人還是 絕對吃不開耶 你必須這個社會要重新整理 你才有辦法出口天耶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說 呃 就像我太太常常在跑農會啊 農會 他告訴我說 為什麼農會的選舉 會有人用刀用槍 會有流血案 農會的選舉為什麼會這樣 他說很簡單嘛 他控制得到很多財產 大樓房產土地 他都控制得到 所以誰當做那個總幹事 那個理事長 影響很多 那那個他控制到的那些財產 他賺的錢出租啊 就回到農會 所以年底尾牙的時候 他秋千是求什麼 是求一本林志生的新書嗎 不是啊 是求一套台灣製的餐具嗎 不是啊 名貴的汽車 洋房 別墅 一個月海外旅行 的那個 兩張票 他都是求這些東西 這個錢哪裡來的 他的土地他的房產 他用政府的補助款 蓋大樓 這個大樓現在出租 所有的好處回歸農會 哇 如果民政府上來 絕對不是這樣 補助款蓋的那屬於公有的 那個要回到國庫耶 啊那個土地 我們叫做 有質疑的財產所有權 那個英文我研究很久 questionably held assets 你這些東西都要爆過來 你沒有明確的所有權 喔日本留下來的 你自己抓的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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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是你的 那個龜公啊 那個船部要回來 什麼台塘控制那些地 什麼農會控制那個 no 你除非拿得去明確的 的那個所有權 證明要不然 那不是你的 那個要回到 回到這個中央 讓我們來重新 重新用 所以重新分配 所以這個 這些人也都是 也都是按照現有的制度 也是都是把 把不該有的財產都拿來自己分 這是很可怕的 所以你問他們會不會偷綠營 他們絕對不會啊 他們在藍營的制度裡面 他有種種好處啊 所以這個就是說 你不用 借從美國憲法體系下面 整理一個新的制度 因為台獨也是一樣 像古寬門就跟我們講 我們去跟他講 他說我凍結憲法 三個月內我新的憲法出來 我跟林志生覺得很好笑 你凍結憲法的法律具在哪裡 顧寬門最喜歡講 喔什麼什麼 那就是一張紙而已 喔什麼什麼 那是一張紙而已 我說顧先生 你上面的那個 營利事業登記 也是一張紙 好我拿下來把它撕掉好不好 我看你明天怎麼做 他這個老Coco Jensen很奇怪啊 你兒子的那個博士 博士學位也是一張紙而已 拿來我給他撕掉好不好 但是沒有用嘛 你自己說的嘛 一張紙有時候有很大的關係耶 台灣關係法就是在那裡 究竟三合併條約在那裡 美國憲法第六條 凡是這個參議院所通過的 批准的這個條約 是從美國憲法同等地位啊 所以究竟三合併條約是要做什麼 究竟三合併條約是用 來當做一個棒子 來敲這些 來敲這些跟我們有不同意見的人 啊他跑不掉耶 因為這個有法理依據啊 你不同意 空敲下去 你不同意 空敲下去 敲了幾次你就同意了 白紙黑字寫在那裡 他怎麼寫你怎麼做 日本沒有給中華民國 你看懂了沒有啊 沒有看懂再敲一次耶 對不對我們就是用這個 要敲血 要敲台灣人 也是要敲美國官員 兩邊都敲啊 敲到我們的論述出來為止啊 這一次 現在 美國很多那個行政機關 他在看 嗯 原來 聯合論述 這個才對 為什麼 就是因為林博士去告 每一次我們要送文到法院 這個文 你現在查網路 這個國務院網站 我們很多那個 送到法院的文 都在上面 都可以查得到 他們很重視那個法院 在討論台灣的情形 我們談出來的那個高官都在看 所以這個 打官司三年下來 他們看了 喔 確實有這麼一回事 確實有這麼一個問題 他這樣講也有他的道理在 所以訴訟結束 他們就馬上跟林博士聯絡說 欸 你要走琉球模式嗎 那 你可能有一些功課要做啊 林博士就說 那 怎麼做啊 你跟我講啊 所以我們就成立這個團體啊 然後開始按照這個步驟 再成立平民政府啊 就這樣一步一步的 一直到現在說 可以發身份證 發身份證有什麼好處 那這個身份證 美國在台協會 基本上不需要 那個面談 那面談 對有的人很麻煩 對不對 有的人就是通不過嗎 欸 你這位先生 你頭髮怎麼這樣子 是不是跟賓拉登差不多啊 欸 你怎麼穿這個衣服太鬆了 你裡面是不是放了炸彈啊 欸你這個 你這個人看起來怪怪的 欸你前身怎麼這樣穿啊 那個太主觀了 他要不要給你簽證是太主觀了 啊 所以你的言談 舉止 他也可以挑剔 我就是不給你 不需要理由 那你可以除掉那個 面談的那個步驟 拿了簽證就走了嘛 但是現在美國 跟林志森說 我不要這樣做 你就上飛機就好了 啊林博士說 不敢發布啊 他不敢發布啊 他不敢發布啊 如果有 那他說最好啊 啊如果前面有一段時間 還要申請一點簽證 那沒有關係 過渡時期啊 遲早拿得到免簽證啊 對不對 免簽證給 台灣民政府的 台灣公民 啊 那個 拿普通ROC 護照的ROC身份證的那個沒有 啊 美國 把台灣列為什麼 你就是今天你去參加國際奧運 波多里克 他是列為什麼 他是列為波多里克 他絕對不是 不是列為什麼 呃 美國 什麼 呃 波多里克 連那個都沒有 他不是美術波多里克 他是波多里克 將來台灣參加國際組織 是用美術台北嗎 No 台灣兩個字 為什麼我剛剛講的嘛 要嘛你引述 國際的那個法條 國際公約的那個條文 要嘛你慣例嘛 這個都是慣例啊 關島參加國際組織就是關島啊 波多里克就是波多里克啊 美國海外領土 美國管校的海外領土 就是用自己的名字來參加 這些國際組織 這已經是慣例嘛 所以我們這樣子就可以 為台灣 推動他自己的這個證明 你要證明你必須走我們這條路 然後就算你有一天 為你的子孫要走上獨立 你還是這條路嘛 那問題是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達到 你社會上有一些整頓要做啊 OK 所以這個也是台獨碰到的問題 就像顧寬美就是說 我凍結憲法 那凍結憲法 那明天 台灣的所有的法官上班 要以什麼為依據啊 怎麼辦 凍結憲法 而憲法不能用 那其他的法客用嗎 應該不行吧 那怎麼辦 空窗起 是 這些人的頭腦不是想的很徹底 啊我們的計畫是 緩緩上扣啊 我美國已經有一個 形成的一個海外領土的一個管理體系啊 我現在我是佔領地 我要用什麼法條我用 那算是我這些官員是委任代辦 我需要多少人佔領柏林 這個房間 夠 這些人夠 我佔領整個柏林 每一個單位 好你繼續辦 你繼續好好辦 有問題你通知我 那他送過來說 現在美國佔領期間 這一條到底要不要繼續用 我一看這一條不適合 就在那裡說這一條廢除 送回去 隨便我佔領軍 我要 保留現有體系 我要廢除現有體系 我要保留現有官員 我要廢除現有官員 隨便我來認定 這是國際慣例佔領法的運用原則啊 全部是國際慣例 沒有什麼可以挑剔的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可以按照這個步驟 我們明天的法官要怎麼走 他知道怎麼走 啊你這個原告被告 你也可以主張 欸法官 現在是美國體系 那美國憲法有這個這個這個 那我主張應該這樣這樣這樣 那你也可以講出來 啊法官說按照中華民國憲法 喔喔喔喔喔不不不不 不可以講這個字 那我們就可以繼續運作嘛 反而很好玩 對不對 就就繼續那個 啊不能配合的 那你就自己提出實誠啊 對不對 不能配合的 你說喔喔我是實中ROC 那你就提出實誠 然後順便執生機給你送到金馬 對不對 不過糟糕 一旦到金馬 你發現你屬於福建省欸 中華民國到哪裡去了 我不知道 你帶一個小旗子過去嘛 以免你忘記嘛 還有帶一本六法傳書 將來金馬如果真的可以 中華民國管轄 那是世界上最小的地方 有最完整的法律體系啊 金氏紀錄可以寫一寫 非常好 OK OK所以我們我們看到這些 所以 我們有哪些 嗯 考慮到這個不同的風俗習慣 OK 我們看到稅務 獨立關稅區 OK 這個是佔領地 所以台灣是獨立關稅區 我們不要做為一州 我們這個體系最大的 最大的誤會 都產生在這裡 每一個人聽到我們的論述 他就說 喔你要走五十一州的論述 美國有五十州 我們說 NO 我不是走五十一州的論述 我們現階段不考慮做一個州 一方面 我們的風俗習慣 離北美洲的那個方式 比波特里高還遙遠嘛 我們的風俗習慣不一樣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保有我們獨特的文化 保有獨特文化怎麼樣做 誰來指定獨特文化 當然是台灣人來指定啊 對不對 所以這個我們保有這些東西 然後走自己的方式 啊我們用說法來認定什麼是好什麼不好 啊我們從心把這個都做一個整理 美國體系可以允許我們海外領土 做這樣的一個重整的一個方式 那你要主張說美國憲法修正案第二條 保障每個人有槍 我要有槍 那可能不行 因為我剛說的 沒有台灣沒有這個文化 除了少數那個三地人以前有自己的槍以外 沒有沒有這個傳統 所以這個不會改變 所以這個又是一個在台灣的 美國憲法的水準 他們大概最多講的 是一個州在那個體系裡面是什麼樣的情形 對於海外領土 或是一個佔領地在美國的體系裡面 的怎麼運作 他們沒有學過 他們不知道 他們以為 喔美國憲法所保證的東西 海外領土自動有 No 大法官有很多判決 這一方面 我們有提到 陪審團它不是自動的 你要有陪審團可以 你自己通過法律 美國憲法的陪審團制度 不是自動衍生到海外領土 OK 再來 擁有槍師 也不是自動衍生到海外領土 OK 其他很多東西 你可以看那個 可以看我們有相關判決 有時候我們網路上也有 也有把它寫出來做一個分析 但是這個 一部分一部分 最基層 生命財產 自由 正當法律程序 第五條修正案 基本的這個 是所有的地區 都有運用到 生命財產 自由 Life Liberty Property Due Process of Law 這些都是所有美國管轄的地方都可以有 OK 所以正當法律程序 我們這個地方都可以 都可以講很多 你不能隨便剝奪人家的財產 那以前你剝奪的財產 是不是要 這個事情要拿出來討論 對不對 所以我相信 其實如果我們可以開始運作 然後很多 這些官員以前所做的事情 我想 不必等我們跟這些官員 什麼 要他提出時辰 我想很多就 一夜之間大概跑走了 因為說 喔 這個我們已經在查 你以前怎麼樣 怎麼樣怎麼樣 大概三天內可以起訴啊 喔 大概明天他不見了 對不對 因為他以前做的那些行為啊 什麼那些 先至於我們就說 呃 我們在 我們在研究你這個 戒嚴時期 你擔任公職 而戒嚴我們不承認 是一個在美國佔領地的一個合法的制度 所以這個全部要起訴 什麼做什麼行政院院長 什麼違法行政院 這個全部要被起訴啊 喔 大概陽明山很多豪宅 第二天都空了 對不對 所以這個好啊 那沒關係 我們把它引渡回來嘛 我們把它引渡回來 也可以 所以這個事情要慢慢整頓 那我們就是最終的那個體系 就是這樣子嘛 我們就是用 美國憲法在後面 那美國有什麼法律 我們覺得比較好 像現在 如果有環保的問題或什麼 我們可以參 我們可以參考美國的一些比較先進的法律 啊我們覺得要怎麼做要怎麼做 那我們就說 我們現在台灣要用這條啊 那我們就 結果很快就可以 把一些問題就可以解決掉 啊有什麼 現在有關食品衛生啊 什麼那些東西 看到 看到 看到電視上網路上 這個談了多少年 我 我碰過外國人來台灣 他就說 我說 你知道台灣維生署怎麼樣 維生署怎麼樣 他看我 他說 台灣有維生署嗎 我說有啊 他說欸 奇怪我坐在那個街頭巷圍 看到這麼多攤販在隨便賣那些東西 我不覺得台灣有維生署啊 為什麼可以隨便 攤販沒有登記沒有執照 我非常不同意 這是第一個步驟 每一個攤販要有登記要有執照 這是第一個步驟而已 往後我還要探討說 你食物來源在哪裡 你隨便在這裡買豬肉 我怎麼知道這個豬肉從哪裡來的 啊你說是什麼病死豬啊 我怎麼知道是不是啊 這個要很嚴謹的控制欸 如果你開始有病菌的這個傳染的話 你現在的這個半個台北都死光了 你還查不出原因啊 這個管理的太鬆散了吧 然後就像報紙上就說 把這些不要的這些什麼 試驗室不要的很多東西就拿去 後門拿去賣有沒有 譬如說 擺老鼠好了 擺老鼠試驗完了以後 那 就賣給 某某先生 有無名的某某商人 啊他就每一次付獻 啊不講他是誰 啊到後來他也去去 然後賣給那個 雞肉飯 啊反正老鼠多一多 那個 參加在肌肉裡面 如果是好的老鼠 或許還勉強 會 啊這個是試驗用過的老鼠欸 試驗用過的是什麼 給他 給他注射這個 欸這個會不會製造癌症 我試試看 欸 是注射這個髒東西在裡面 後來他死了 喔 買給這個先生 啊他買給這個 你都沒有追蹤這些東西欸 哇 好可怕 這是什麼 五千年 悠久歷史文化的結果 我 我聽了我都想吐欸 所以現在很多那個消息 這個伊州看他不敢報導啊 他寧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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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只要 如果我是女性 我只要在這裡 我只要有一個椅子 我只要坐下來 腿 還沒有完全那個 他從最後一排子拍得到 吞我的內褲 這個明天上頭條啊 但是對於台灣的衛生啊 什麼那些該報導的 他都沒有特別去報導 這很可怕欸 這個很可怕 所以你應該做一些 建設性的報導 或是就是說 該負責任的 你要 要求人家要負責任 所以我們可以 我們可以將來可以做到這個部分 就像我記得 我有一天我在看 呃 美國有關那個 呃 廣播媒體 包括報紙 電視 收音機所有的那些 我在看他的規定 我覺得 到時候我們就是可以把這個整套的規定 可以拿來 他怎麼樣 我們台灣常常 就是用二分法 這個事情 是本國人 所謂本國人可以做 外國人不能做 而這個事情 是外國人 本國人都可以做 而這個是 不過台灣當然還加上一個華僑 他可以做可以不做 這些東西 那美國的那個他不一樣 你如果是 你如果是俄國人 你要到紐約成立一個電視台 可以啊 那沒有限制啊 沒有限制 你不能 你是財團 你要是 問題在哪裡 你在紐約 你有多少當地關係 你為紐約做了多少事 你在紐約 住了多久 你這些東西他都要看 OK 所以我是一個外國人 我住在紐約二十年 我參加多少的社團 我有多少的這些朋友 我擔任做什麼顧問 什麼那些 我當地的關係有這麼多 OK 那我現在要成立一個電視台 可以啊 但是你說空降 或是就是說 像台灣我們所看到的 中國投資 這裡一個電視台 那你資金來源在哪裡 而中國的 不可以 為什麼他沒有在這裡啊 如果他是這裡一個企業 他要 投資你電視台 可以啊 他企業在這裡有什麼樣的關係 有什麼樣的紀錄總統 但隨便海外的人 要來 然後就變成操控 這裡的媒體 No 不可以 所以將來 所有的媒體要重新登記 如果是我一週開始 絕對不給他登記 你回到香港去 我不要這種新聞 人家有隱私權 明星也有隱私權 一般人有隱私權 他坐在那個 理髮廳 一邊看雜誌 一邊理髮 一邊挖鼻孔 管理醫就看什麼 這個是他的隱私啊 你那個黎智英 你回你法國去 你回你香港去 我不要你這個垃圾刊物 對不對 你破壞社會秩序嘛 對不對 除非你改了 林子森也講了 講錯話 他要有一批人 就像中國不是有很多人在 每天看網路 看有什麼對他們政府不利的消息 我們這裡就是 每天養很多人就是看那個雜誌 看那個報紙 每天在看你講錯了什麼話 你說 中國民國本來在台灣有主權 不到中午我法單就到了 中國民國在台灣從來沒有主權 你宣佈謠言 你這樣不死新聞 罰你多少十萬 你必須十二小時以內交款 要不然明天不給你出刊 林子森說要這樣搞 我覺得對啊 我太太 有時候泡那個農委會 他說今天很多人不了解 吐石流是一個法理名詞 一般人就是看到什麼 就說吐石流 吐石流 其實吐石流是一個法律上的名詞 他有幾個要件 今天 如果隨便拿一個報紙 或是電視 他講到吐石流 而不符合那個要件 他農委會會會 立刻送法單到那邊去 吐石流不能這樣亂用 我們就是要模仿這個制度 你講什麼與法不符 我們馬上就要罰款 對不對 這個就是要做一個整頓 所以為什麼我們就是說 其他的人 就是台灣就那個教授協會 他也是長期上跟我們唱反調 他就說 自己的 自己的 國家要自己救 現在的國際社會 東低 東低溫也是靠很多外來的那個力量 才有辦法去走出去 現在的國際社會 你必須靠很多國際的資源 你才有辦法走出去 更何況這個國際社會 如果有一天你想進入聯合國 那你沒有國際資源 你怎麼進去 對不對 那你看台灣 我們將來我們就把這個 國防外交 我們就可以 委託美國來做 那美國來做 我們國防的錢 外交的錢 我們都剩下來 不需要 不需要送那個 那個海外的這些 就是等於購買外交關係嘛 那些小國家的 對不對 這個小國家 我們不需要跟他用金錢 購買外交關係 啊我們一年可以剩多少 對不對 而且阿扁以前 有時候做那個什麼很大的70區啊 到海外去訪問對不對 啊我們將來也不能這樣 因為奧巴馬只不過是一個77啊 啊你一個海外領土 怎麼可以比他還大 不可以啊 了不起你做民航機 我看差不多了 所以這個 但是這個過程中 我們省了多少錢呢 國防更何況 對不對 台灣 台灣很多那個 國防的那個系統 其實他有的是地方 他有A系統 B系統 C系統 問題是都沒有連接啊 沒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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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何況現在的戰爭也不是靠什麼tank 車什麼那些東西 都是一定是一些飛彈 都是一定是用 人造衛星 都是一定是什麼什麼什麼 你必須隨時能夠 控制得到這個 這個整個場面 那這個包給美國去做 那這樣子的話 他就不敢 他就不敢侵犯我們 啊你美國就是派那個 飛機 船隻 還有這個相關人員來 那人家問說 會不會違反台灣關係法 你拿來看 他不是說賣 他是說供應耶 美國這樣做是 絲毫不違反台灣關係法 供應 provide make available 沒有任何問題啊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將來 我們進入這個體系以後 那我們可以整頓 那留下來的那個軍人 如果美國國防部要吸收的也好 拍到阿富汗嘛 這些人就說 我是一個忠實的 中和民國的這個軍人 喔好好好 阿富汗前線很需要你這樣的人 非常需要 對不對 你就你看到那個帶著那個包頭 你就開槍啊 對不對 就衝過去嘛 衝過去 帶著你的那個小旗子 衝過去 這個可以解決 這個就像那個韓戰 韓戰的時候 為什麼 為什麼韓戰爆發 很多台灣的歷史學者就跟我說 這個中國阿 他留下來很多國民黨軍隊阿 他不知道怎麼處理 那最簡單的方式宣戰嘛 把那些國民黨軍隊都排到前線阿 很快就沒有了 就解決了 他所韓戰一個很大的原因就是這個 他要消掉那個國民黨的軍隊阿 我想這個有道理 所以為什麼美國就沒有 沒有看懂這個韓戰 為什麼在打這個 打那個幹什麼 就是這個原因阿 所以這個是這個華人的這個思考邏輯阿 這個跟美國的不一樣阿 OK 所以到今天為止 我們 那我們回到 很多事情 像言論自由 現在 美國憲法有保障什麼言論自由 但是這個時代 言論自由有一點不一樣 言論自由跟幾百年前不一樣 現在普遍世界上有一個 觀念說 你不能散播那種 恨人的 那種 那種說法 現在很多世界上就是 譬如說有一些國家 我們不要說哪些國家 他就說 喔 一定要打倒 美國帝國主義 啊像這樣散播恨 不可以 就就把他禁止掉 No 不可以 有這樣的言論 No 不可以 那不 那不在那個言論自由範圍內 No 林肯那個時候他就講 他說言論自由不包括 在戲院裡面 亂喊 火災 火災 他說No 言論自由不包括這個 所以那個時候他已經有 有認知到那個 但是那個時候沒有這麼多 那個 散播恨的那些團體 阿現在有 所以我們會把這個禁止掉 還有宗教自由 憲法有保障宗教自由 但是今天宗教自由都走歪了 每一個宗教團體 特別是台灣 他在搞引力事業 喔 賣一個燈 賣一個籤 賣一個這個 賣一個這個 喔 我覺得這個最討厭 這是我們最嚴重的漏稅 這個將來都要課稅 所以 就通知幸運法師 你這個要分開 宗教活動 鬼宗教活動 人家住你的那個宿舍一個晚上 那是引力事業 你必須繳稅 你不要繳稅 對不起 你不要講這句話 因為後果是你負擔不起 我給你close 我給你圍起來 我給你close掉了 對不對 你說我做不到嗎 你試試看 絕對做得到 大樹香 我太太 我太太 常常去那裡 幸運法師有很多 髒衣服可以拿出來 有逼我們 我們就會拿出來 我們請當地居民公投 我給你整個趕出去 對不對 當地居民不喜歡 幸運法師 我太太有收集到很多資料 所以這些 要跟著我們 要順著我們 OK 要逆著我們 沒路走 但是我不是光挑佛教團體 什麼團體 基督教團體 任何團體 你只要搞這個的話 因力的東西 你有收入 你都是要繳稅 包括你什麼廟的那個錢的所有 而且你要有公開的會計耶 那個你形成一個很大的一個 一個黑項作業在後面 然後其實你用這個錢來影響選舉什麼的 不可以 民主社會不允許這樣 台灣就是太多那個廟啊 什麼到處的這些 這個都要查那個登記 你有沒有登記 所以這個就說 我要講的是 宗教自由 你也不能亂解釋 不能亂解釋 宗教自由有它的範圍 它的範圍很小 對不對 我要向誰祈禱 我要向誰拜 這個都可以 但是一旦你跨到 這個做生意的那個 你跟商人在競爭啊 那是因力失業 要不然到時候整個社會都是那個宗教人士買走了 因為它錢太多了 我們有一次我跟我太太去南部 我不知道在哪裡 我們停下來 參觀一個什麼 一個很大的一個 比這裡你看外面任何這個都大 而且這些是鐵皮 有的是鐵皮做的 它那個是很好的磚塊 然後那個石磚 什麼的 我們進去啊 我看差不多有十層樓高啊 差不多十層樓高 然後上面有畫五六個圖啊 他說最上面有畫五六個圖 我說這幾個圖是什麼 他說有儒家的 有道家的 有佛家的 有基督教的 有阿拉伯的 就是他認為世界的這個主要的宗教啊 都畫在那裡 上面都是燙金的 都是金的 就是 全部裡面這個裝潢的 哇 差不多要戴太陽眼鏡啊 金光閃閃的 他就跟我們 我說奇怪 我們這一帶 我們哪一個地圖啊 觀光地圖 你這個地方沒有寫耶 他說我們永遠不會寫在觀光地圖上 我說你不是外面有些可以進來參觀 可以啊 為什麼不寫 他說我們這個才十幾年 我們不夠老啊 當然觀光局不會說給我們住民上去啊 我說哇 這麼 我說 就以基督教來講 一個地方可以裝潢的這樣 那是全美國 很多人回來看 他說這個我不懂 我只能告訴一句話 我們在台灣算是最窮的教會啊 最窮的 它裡面的那些 哇好像 比我想像的一個黃工還要漂亮耶 他說我們是最窮的 我不騙你啊 喔 講的這些這些 所以你看 他憑什麼賺這些錢啊 那你就知道啊 他在搞很多很多盈利 我們去台北四年 他說點個燈兩千 都不用繳稅啊 蛤 這個對不起 這個不是宗教自由 這個不可以 不可以 這個都要繳稅 那你說繳百分之 繳百分之多少的稅 你把它加上去 隨便你啊 那是你的事啊 你如果要繳百分之十的稅 那現在點個燈要兩百二 可以啊 我無所謂啊 反正你要繳稅啊 現在變成台灣的稅制很糟糕 你知道如果一個外國人去那個國稅局 我曾經有個外國朋友很好笑 他去那個國稅局就說 我沒有收入我當然不要付稅 所以就給我一個免拿稅證明 我就可以辦理一些手續啊 那個國稅局怎麼看 哇你這個人 嗯不錯 一表人潮 你這個人在台灣一個月齁 起碼一定有七萬塊的收入 七萬塊你說多久沒有繳稅 三年三年三十六成七 你的稅我們就算百分之多少 好第五號窗口繳錢 然後再回來拿稅證明 就這樣就這樣算了 就這樣算 他認定你多少就是多少 沒有任何申訴管道 好OK 那這個是一種做事的方法 其實maybe 從某一個角度他有他的合理性 問題是 台北市有多少人不繳稅 那你有沒有去查他們的 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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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國人因為沒有投票權 所以你隨便整我們就很好整啊 喔在我們附近的人沒有繳稅 你有沒有愛家愛戶說 喔你這裡煮了五口 我就這個小孩子不算 啊大人有三個正是有一個繳稅 那另外兩個你怎麼生活 喔這個有問題 喔你開攤販每個月轉了幾十萬 喔所以這個又是回到整個社會的運作制度 美國絕對不會說有什麼 啊什麼路邊攤販那些那些沒有登記 那個每一個都要有登記耶 每一個都要有登記 所以這個就是全面的一個制度 另一方面我們的稅制就是 我相信我們可以我們的稅比美國低耶 但是我們要有一個合理的制度 既然台灣已經有一個全面健保 應該是比美國好啊 那說不定 將來美國 要學怎麼搞個全面健保 說不定他要過來跟我們上課耶 對不對 我們還可以收學費啊 對不對 那這個學費啊 好啊 給老師一點其他歸國庫 啊我們的全面健保 其實現在也有很多漏洞 我們那些漏洞也要去抓嘛 有很多問題 雖然他是不錯的一個制度 比很多國家好 但是 我們還是有漏洞可以去抓 我們 還有人在亂報亂看病什麼 拿藥拿去賣啊什麼 一大堆亂七八糟的 這些也都要去抓 對不對 但是到了最後的結果是什麼 我們可以有個合理的稅制耶 每一個人要繳稅 但是我們要有一個合理的稅制 不是太高了 不是太低了 比較低啊這樣子更多外商會來嘛 因為 我們 我們我們這個ROC嘛 ROC 現在到處都有嘛 英文我們給它新的名字嘛 叫做 什麼地區營運中心 Regional Operations Center ROC嘛 所以台灣ROC 是美國台灣地區 是美國台灣地區 營運中心 然後我們這裡就是提升 都是很多白領的 還有高科技人才 我們提升我們賺這樣的錢 OK 然後派人到那個海外的地區去 去做管理 當然我們也可以請 一些 比如說中國人過來這裡接受訓練 我們順便會跟他講民主自由 為什麼網路不能這樣審查 為什麼不能搞什麼萬年國會 我們都跟他講這些 等到他們回去的時候 他就可以跟他政府官員好好的理論 對不對 我們用台灣來開發 中國這個民主這個思想 也是最容易的嘛 所以台灣這個民政府走的這條路 在美國的體系裡面 然後開發這樣 我們會影響整個東南亞 因而影響整個世界的改變 對不對 所以不要忘記這點 所以現在美國基本的一些想法 基本精神我講到這裡 那時候有人好問題都各位請教 謝謝各位